Hello大家好,我是连人包,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2月份用到的一些比较喜欢的东西 My February Favorites 我的频道当中呢,也有一整个Monthly Favorites的playlist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看一下 另外呢,你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Instagram的账号的话呢 我会把我账号的链接放在下面的信息栏里 在里面呢,我会分享一些我的日常生活 以及Spicy Life的视频动态 我和我的丈夫呢,提供简历修改 以及模拟面试的服务 我们两个呢,都是金融硕士毕业 而且呢,我们都是CFA的持证人 我自己呢,也是在美国经历了整个H1B签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包括中间的抽签呀 以及我后面换工作的H1B transfer 在这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心得体会的 我们之前呢,也是成功的帮助过联系到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订阅者 帮助到他呢,找到了最后的工作 以及拿到了offer 你呢,如果也觉得自己需要帮助的话呢 就请大家给我们发邮件 我们的邮件呢,是CuddlesSpicy at gmail.com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二月份买到的 以及自己呢,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呢 是一条短裤 它呢,是Lululemon的 这条短裤呢,是他们家的Speed Up 然后这个呢,是它的高腰2.5寸的一条短裤 其实呢,我也有很多条Lululemon他们家的短裤 我呢,也非常喜欢 但是高腰的呢,是我第一次买 我之前总觉得夏天穿高腰的会比较不舒服 但是这条呢,买到收到试穿之后呢,非常的喜欢 首先它腰部的这个松紧带是很宽的 所以你穿上之后呢,完全不会觉得有非常勒的感觉 然后呢,这个短裤的长度2.5寸 我也觉得不是很短 我觉得穿上呢,刚刚好,很好看 我呢,是穿四码 然后这个颜色呢,它叫Sonic Pink 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颜色 虽然看起来好像这个颜色有点艳 其实呢,它还是非常百搭的 比如说你上面可以穿白色呀,黑色,浅粉色 都可以,它呢,也非常适合运动,也不会卷边 非常推荐这一款高腰的短裤 好,那么下面第二个呢,我这个月用到的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呢 是一个吃的东西 它呢,是一个调味酱 就是这个Chosen Foods 它的这个100% Avocado Oil Base Classic Mayo 就是它完全是牛油果油来做的这个蛋黄酱 你呢,如果家里有那种厨师机的话 你是自己可以在家里做蛋黄酱的 那样是最天然,最好,最便宜的一个办法 但是呢,因为我现在住在中国,厨房也比较小 我也没有厨师机,所以呢,我就直接买了它 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而且呢,它是没有添加任何的糖的 所以吃起来呢,感觉非常的没有负担 牛油果油是非常非常健康的食用油 我平时在家里做饭呀,用到的就是牛油果油,橄榄油 偶尔呢,会用香油,其他油呢,我是都不用的 吃起来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放心 你可以用它做三明治呀,做沙拉呀,都可以 唯一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保质期比较短 所以你买到之后呢,放冰箱之后还是要确保 尽快的把它食用完 配料表里面没有糖或者带糖的添加 它是稍微有点酸的口味 然后非常浓稠,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口感 买到之后呢,我也是吃了不少 之前吃蛋黄酱吃的比较少 但是我其实一直想要增重,想要变得胖一点 这个呢,它也属于那种卡路里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食物 一勺的话,它就是100卡路里 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干净,能够让你增重的一个好的调味品 我这瓶吃完之后呢,还会继续购买 好,下面第三个我二月份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呢 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呢,它的名字就是Legend of Zelda Minish Cap 我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喜欢 Zelda这个塞尔达这个系列的游戏 比如说有 Breath of the Wild 还有Ocarina of Time, Majora's Mask, A Link to the Past 这些我都玩过 然后马上五月份呢,这个Tears of the Kingdom也要出来了 我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期待 这个Minish Cap呢,是二月份 你如果也有这个Nintendo的online membership 它是最新的一个这个更新 你呢,就可以免费来玩这个Minish Cap 它呢,是这个Gameboy Advanced上的一个游戏 当初呢,这个Minish Cap属于这个Gameboy Advanced 出的比较晚的一个游戏了 所以当初它出的时候呢 可能玩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你呢,如果去Ebay啊,去一些网站 来搜一搜这个游戏卖的还是挺贵的 你呢,如果也有Nintendo的这个membership的话呢 你也可以免费的玩这个游戏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难度呢 适中它不是一个特别难的游戏 你即使是一个刚刚开始玩游戏的人 我也觉得你会很喜欢它 我觉得这个游戏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 里面呢,也有很多的side quest 如果你也有这个Nintendo membership 可以玩这个游戏的话呢 就强烈推荐大家 你呢,如果也很喜欢玩Zelda的游戏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的留言板里面告诉我 哪个是你们最喜欢的这个Zelda Game 好,下面一个呢 我这个月用到的呢,是小东西吧 就是这个发圈 这个发圈呢,它是这种丝绸的 因为我现在呢,头发也比较长了 它是这种无缝设计 你呢,用这种发圈 在你的头发上啊,摘下来或者戴上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光滑 不会让你掉很多的头发 这个呢,我就是在淘宝随便买的 如果呢,怕掉头发,可以尝试一下这种发圈 它呢,其实扎的也是非常紧的 你呢,如果头发比较长的话呢 这种发圈呢,会对你的头发更加的温和一些 所以非常好 好,那么下面最后一个 我二月份非常喜欢的东西呢 是一个身体乳 这个呢,它的这个牌子是Natural's by Watson's 这个身体乳呢,是泰国制造的 我呢,是一月份的时候去澳门买的 我后来呢,还买了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护发素,还有护手霜 但是呢,这个身体乳是我二月份用到最最喜欢的 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20人民币左右 可能还不到20人民币 大概15块钱吧 你就买一个 然后这一个呢,还挺多的 它是490ml 490毫升 所以它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用起来呢,也非常的好用 你擦在身上呢,就是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 有的身体乳你擦到身体上之后呢 事后会觉得非常的黏 就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呢,它的味道也是清香 不是那种特别熏人的味道 有的时候觉得Button Bodywork的身体乳就是太香了 你抹上之后呢,你的床单,你的衣服 都能闻到那种特别特别香的味道 有的时候呢,你是想让自己香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想简简单单 要一个比较保湿 有清香味道的身体乳 如果能买到它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试一下 真的是物美价廉 而且它的这个成分也没有添加 没有Paraben,没有酒精 着色剂,起泡剂,植物油 这些它都没有 这个好像大陆内地没有卖的 但是我之后呢,如果还有需要啊 去澳门、香港啊 或者去别的地方旅游能买到的话呢 我会继续买它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二月份用到了一些非常喜欢的东西 之后呢,我会上传一些与澳门、泰国旅游相关的视频 请大家呢,敬请期待 今年呢,我跟我老公打算去不少的国家旅游 因为新冠的问题,中国一直都是封闭的状态 今年呢,终于开放了 所以呢,我们也终于可以趁此机会 多多去别的地方旅游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以及我的Instagram 你如果喜欢我今天视频的话,就请给我点个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Bye by bwd6